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最近脾气都一直特别大 就是像那个我有一阵是 我总是加班嘛 然后有一次就趁着周末 我就可能睡得晚了一点 然后她就想让我起床 但是她用的方式特别不对 她就用那个音响 调的那个音乐声音特别大 光光地响 然后震得我太阳穴都秃秃地跳 我太阳穴 然后我就说你小点声 她就生气了说都几点了 然后就跟我喊起来了 我们就吵了几句 她就把音响给摔了 不是 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那天都十二点半了 你告诉我还是早上呀 可是对于我没睡醒的人来说 她就是早上嘛 我觉得很怕 而且我不是知道你有起床器吗 我怕我直接叫你 你不高兴 我就寻思我用个委婉点的方式呗 你委婉点 你放点委婉的音乐呀 放的音乐是那个 哎呀 哥明我忘了 就是那个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那种 我现在就蹬起来了 就是那我不想把你叫起来 叫你吃个饭吗 可是这音乐适合早上听吗 听得我心这个躁啊 但是你还说什么 你说你有病吧 你大早上放音乐 你这样说我也不行啊 可是你 还有一次 是周末 然后那天我起得挺躁的 几点 十点半 八点多 八点多 别这样 就是八点多 说八点就是八点 然后就给他做了一顿饭嘛 然后他就 因为本来 就主持人你也能看见 他是那个单眼皮 然后 又怎样 然后他就是抱怨的时候 就眼睛就这么一搭了 就特别的不屑 他说 他那么喜爱 就这样 我是先 我心情挺好的 我做顿饭 唱个小雪挺开心的 就他那么一弄 我一整天的心情都不好了 那我是先夸了你啊 我说你这个月 第一会儿做饭 我特别开心 可是做饭不是我的义务啊 我做那一会儿 我觉得挺好的啦 然后我就说你两句嘛 就那有个那个炒包云菜 你放盐放太多了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我说你放这么多盐 你是不是以后想猴子小孩啊 我给你提个建议嘛 让你多学习 可是你态度就是特别不好 然后就因为这事 我俩也吵架了 然后之后他给我冷战 冷战了能有一天半 没有 就半天 其实他做的平时有一些事 也挺让我感动 出发点是好的 就是我俩一周年 纪念的那天早上 然后早上谁都没提这事 我也没主动说 然后他那天就给我准备了 那个红酒啊 还有那个煮光晚餐什么的 但那天我加班 然后因为那事我经常加班 我就没再说了 因为那事我们都吃的是 外卖什么的 然后我回家之后他就开始了 就开始又 眼睛又掉下来了 然后就说 你是不是现在都瞧不上我呀 我做什么是不是都多余的 你跟我喊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根本就没这么想 然后他就大发雷霆 就摔杯子啊什么的 我以为你肯定会记得 这么大一个事啊 我是记得 但是你都没提我怎么 然后我想给你个惊喜啊 所以我每次告诉你啊 对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嘛 然后他就因为这事 非说我看不上他 你那天是这样 你平时都九点多下班 你也没跟我说你那天加班 我选择你下班回来 就正好就能回来看见嘛 结果谁知道 你加班加到十二点多 关键是我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因为当时电 就是手机电就升一点了 我怕要是真有个什么急事 我好求个救啥的 然后我就没那啥 求个救 因为那时候下夜班嘛 那时候加班了 我怕真有什么事 你还挺有安全意识的 我光喊肯定不行 然后我就想 但那天回家我也没说啥呀 你是没说啥 你都直接摔杯子 你还要说啥呀 怎么直接上到这个程度了 那我 他非说我看不上他 我瞧不起他 我真没有这么想过 那我不觉得我直接 对你发火不好吗 我不能发现一下情绪吗 那杯子又塑料了就摔不碎 能不能呢 他评估了一下 那我怎么看不上你了呀 我咋瞧不起你 非说我什么没有能力 我是不是没有能力了 我现在觉得我 我根本就没这么想过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咱不说别的吧 好多事 啥呀 上回你不说你做饭做闲 我说一两句你不开心吗 但是你不想想 你没说过我吗 你做了那一天 但是剩下二十多天 基本都是我在弄 我弄的时候吧 你也没听你说句感谢的话呀 然后你还经常说 你这菜做得不好吃 那饭做糊了 你还说什么你记得吗 你说 你还能干点啥 这点小事就能干不好 那个饭要是轻微糊一点 我不可能那么生气 糊得没法吃 你做了二十多天饭 能糊十来天 你也真是扭 然后还有那个 说那个你还能干点啥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大家应该能听出来 我这口音 我说你还能干点啥呀 是东北之间宠溺的意思 不是说你能干点啥 就是那种 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两句话 没区别呀 有区别 再说一遍我听一下 你还能干点啥 就很嫌弃嘛 第二种呢 你还能干点啥呀 有教育爱护的感觉 要贴乱 所以我就听着感觉 就有点嫌弃我 还有什么事 还有呢 你也知道我平时没啥爱好 就平时去见个声 去玩个电脑游戏 我那天下班回来 我正玩个戏呢 戴着耳机 你知道我玩游戏 喜欢声音放挺大的嘛 你就说让我给你按个膜 还是捏个尖 还是吹个背什么的 然后我没听见 我撇了你一眼吗 我也没看见 没听见你说什么 然后你过来 咔 给我把网线拔了 那是不是你啊 是啊 但是主持人你知道吗 是因为我下班回家之后 我就非常累了 我说第一个我要用个电脑 就是又是单眼皮 对 然后又携我一眼 我以为他听见了 然后故意装听不见 那你说我能不生气 然后我又跟他说话 那我就不是看见你回来 我看你一下吗 那你支个声啊 我以为你故意的呢 你现在只有什么用 已经放完火了 我之前晚上平时喜欢 跟我朋友去喝酒 然后那时候吧 七八月份的时候 晚上回来一两点 你也没说啥 照样该吃吃该睡睡 但是现在这两个月 我每次喝完酒回来 你就是开始对我甩脸子 你说你现在赚这点钱 你就天天出去喝酒 你够花吗 是 我确实说过 因为他之前也没喝那么多 你之前喝酒的时候 你可没天天跟我要说 走直线的事 你现在一喝酒回来 就我又给你走个直线 那我不是能走吗 那你能 哪个清醒的非要给我走直线 你还是特别好玩 但你也没必要说 给我支付宝里转钱 我又不是没那点 不是 你们都落伍了 现在都不走直线了 现在都走抛物线 那他没给我养过 能给我养了吧 我总觉得你是在家里玩 你闲着没事 你有工作吗 我是教那个英语的 我在那个机构里边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放暑假的时候 学生比较多 我就上了课多 我们按课时排班的 9月份往后 他们学生开学了 可能就是没那么多学生 有时间出来上课 相对淡计 对 然后我就在家呗 不然我还能干啥去 出去他又嫌我 这扯平的来算下来的话 你一个月多少收入 就三千块钱吧 你那姑娘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编导 什么编导 就是综艺节目 音乐综艺节目那种编导 大概月收入多少 就一万左右 是高他多 高他很多 但是你不想想我当时 为什么留在这儿啊 我当时毕业了 我家里有车有房 我爸给我找了一个工作 为什么留在这儿啊 是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留下 我也挺因为这事感谢你的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事 总共发火吧 而且莫名其妙的 我也没跟你发火 我就是平时想念叨念叨你几句 不是 你发火的时候 不是 他有三生预警 什么意思 就是 你看平时别人发火 可能就是直接炸起来 然后他发火就是 就先躺着床上 先躺沙发上 躺着 摊着 摊完之后 一声叹气吧 两下 三 然后你就得问他怎么了 不问他怎么了 就直接炸起来 那你不得哄哄我呀 我给你提个醒 不是 你大老爷们 你就不能直接生气啊 你直接生气 你说我还能防着点 你这天我都不知道怎么着 我跟你提个醒 我说我有点不高兴了 你赶紧过来哄哄我呀 我问了吗 我说怎么了 然后就直接就炸 你是节目编导吗 是 你应该去做艺人 取艺 我平时性格就这样 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大事啊 起码我还给你提醒了 对不对 我又不是 你提醒了 我又不是莫名其妙 给你发提醒啊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我觉得就是因为 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 我才 我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你什么事 你老拿一个前提 就是我妈怎么怎么样 老拿着我跟你妈比 什么时候拿你给我妈比的 就是那个有次我加班嘛 然后我九点多的时候 然后你还问我说几点下班 然后我说大概是十二点多 然后我到家那时候 是一点十二分到楼下 我忘带门禁卡了 我就滴滴滴 我就摁 然后没人开 我睡着了呀 心里就悬 我现在是不是睡着了 我现在怎么 也不能那么不在乎我吧 然后那个我就给他打电话 没机我现在妥了 肯定睡着了 然后我现在这咋整 我咋进去大晚上呢 然后摁了半天 然后打了半天电话 然后他才起 那我最后不还下一间去了吗 是 那要不我咋整 在外面一宿啊 我也没想着 你出门能不带钥匙呀 那我就是忘了呀 再说你为啥能不在乎我呢 我这么 我一个小姑娘说我 我被凶摇五大三粗的 我走夜路 你不害怕 是也行 你说我瘦成这样 你就不怕我啥危险 我后来最后下一间你了 我也没说你啥呀 你没事没说啥 然后上楼的时候 哎呀 女孩怎么能这么丢三落四呢 我妈从来不这样 我妈哒哒哒哒哒哒 我妈她就不哒哒哒哒哒哒 我说你行了 大晚上挺累的 我那时候我也刚起来 我有点起床气好不好 你知道我平时十二点 就躺床五秒钟睡着 那行 是 那这个是你有起床戏的时候是吧 你没有起床戏的时候 你也这样 我没有拿你跟她比 我就是想说 平时姑娘也没有这么粗心的呀 我想让你学学这点好的呀 那那个口头禅师从哪来的呢 我妈怎样怎样 我妈怎样怎样 没有说那么多 她夸张的 那那次卷发包呢 那事呢 就那个卷发包 把她床单烫了个洞 我是烫了个洞 我承认错误了呀 那天 我说那个是我粗心 我忘了拔下来了嘛 然后你说她又整事 我一进屋的时候 你来 就像教导主任一样 那是啊 你犯错了 不得过来让你看来呀 你直接说 就摊个洞 我还专门人家 转上放位置都没动 就放在那儿了 是 然后你特意给我 要指一下发现场嘛 是啊 有个洞 我说 我说真是我忘了 然后又开始了 出门能不能检查 一些安全设备 你确实 要着火怎么办 哪家小工具 像你这么粗心的 我就是忘了嘛 那我又不是活儿活儿都这样 我以前是收起来的呀 我那天就只是走太急了 但是你知道吗 就在我家的话 像这种插座啊 包括手机的 充完电 你不能插在那个插座上 然后吹风机 你也不能插在插座上 用完立刻拔 不然会有安全隐患你知道吗 谁告诉你的 我妈呀 我来 然后她老说 我和她妈就是什么 有那个粗心程度不一样 或者怎么样嘛 觉得说我和她妈 可能对她不一样 你对我和你妈态度也不一样啊 就那天我俩正好在一起呢 那个她就跟她妈视频 真的 你看她这形象嘛 虽然说挺柔弱的啊 然后也不至于那样嘛 妈 熊 你知道给我下成什么样吗 主持人 你知道给我下成什么样吗 我三分钟都没动完 我当时就行 她是不是本人啊 我没有这么夸张好吧 你自己没意识到 你知道作为旁观者 我吓成什么样 我害怕成什么样吗 我可以再重放一遍吗 拜拜 不用重放 她妈怎么回应 儿子 那个 吃饭没 没 你看你最近都瘦了 说昂吧 你做艺人吧 对对 这样 陆老师 不然我也不可能记得这么清楚 我妈没有东北枪 是 那我也学不会山东话呀 我妈就问一下我说 你最近看你最近有点瘦啊 我不想逗她开心吗 我说对啊 我说今儿平时在屋都不给我做饭 哪要你疼我呀 那我就觉得你为啥不在阿姨 面前维护我形象呢 她妈姨得咋想我呀 她觉得你挺好的呀 我没说她对我不好 能明白吗 我是烦你老跟我和你妈妈比 我俩年龄都不一样 而且性格都不一样 你咋比呀 我没打算拿你跟我妈比 我觉得你是误会了 我是觉得我妈 我妈有很多优良的那种传统 拿一个例子来说明 哪件事把你和她妈妈再比较 就我之前说的呀 就是不心疼她之类的 她说我妈那个出门的时候 都会为我准备雨撒什么的 我一开始以为啊 你是博报天去预报的呢 我妈有一些比较细心的地方 后来是那个数学老师 我妈有一些比较细心的地方 就是我之前在家出门的时候 她都会提前过查好日历 说今天是晴天的话 你戴个防晒衣 今天如果有可能下雨的话 在我包里塞巴伞 所以我平时都习惯了 而且我们家里边那种鞋子 什么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刚才我也说了那种插座什么 从来没有这种安全隐患 你觉得你妈妈是个 很严谨的人吗 逻辑很严密的人吗 我觉得算是 她做事就比较有条理性 她就连有时候去做饭 她都算是先烧水 烧完水的时候 再去摘菜 再去那个洗东西什么的 就算得特别准确 多少分钟 多少分钟 还给我列个表呢 你列表 这事我可干不来 你比得上吗 比不了 你知道我主要想让你改的什么吗 我不是说嫌弃你 我就觉得你太粗心了 就是一个女孩子 这么大个桌子 你能给她铺满喽 上面密码了全是东西 不是 我不铺满我找不到 但关键是我 我是乱而有序呀 我以前以为大部分的姑娘 都是应该比较干净整洁的 我认认她之后我才发现 我的天哪 来 说说 她怎么脏了 脏到真不是脏 就有点太乱 怎么乱 那些鞋子 人家鞋子都这样放的 她是这样的 我就是 还有袜子就往鞋里边一塞 一二 都不洗 我问一个问题 洗啊 洗 三四天洗一会 细节问题啊 她回家特别有袋的这种鞋 她是把鞋袋解开了 口外部鞋就直接 一 然后一刷 一刷 对 我就猜到 是不是这样 三四 还有什么问题 陈一世 你刚才什么表情 陈一世 我还没陈一世呢 他又呲哈的 对 他就这样 然后你说 你大小事都跟你妈商量这事 我也挺生气的呀 我觉得你根本就 如果要是我跟你妈放一起的时候 你就没有把我当家人啊 我怎么可能 你去澳洲流血那事 你跟我商量过吗 你打算去的时候 我那事还没定下来呢 我只是有这个想法 你等你有这个想法 再跟我商量的时候 你不就决定要去了吗 那不就是先斩后奏吗 不是 我是想把这个想法 确定下来 我再跟你说 那不能跟我商量吗 我不是你的亲人啊 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 我是说 有这个想法 确定下来 再跟你商量 可是这是关乎于 我们未来的事啊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了的话 那 那现在我们在干嘛呀 在干嘛 根本就没有意义啊 如果要是真的要走的话 所以我说有未来吗 你们俩 你不知道我平时 我在偷偷还帮你看过呢 一个适合你的专业 我想把这些事 都了解清楚了 然后我再跟你讲 我没有说 偷偷摸摸就把这事 我就要走了 我再告诉你 怎么可能嘛 可是那天如果 如果我不是下班早 听你和你妈在那视频的话 那你会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会告诉我 我不就想把这个想法 确定下来吗 她的意思是 为什么在你确定 这个想法的过程当中 对啊 不能跟她确定 而是要跟你妈妈确定 我是觉得 我这想法还没有 就是真正地完善下来 我是冒了一个这个念 那为什么可以跟你妈妈说 不可以跟她说呢 因为我跟她说 没什么太大用处 我妈毕竟懂一些 这块的事嘛 而且毕竟也是家里 要支持才可以嘛 因为她对这些事 从来不关心 她就逛忙她的工作 平时就逛个街买个化妆品 但是你要知道啊 这样的一件大事 如果对方是完全排斥的话 你准备一丁点都没用 对不对 只有她有这样的想法 你才应该去规划 去了解 如果她完全是排斥的话 你等你了解清楚了 你再来告诉她 有什么用呢 你的准备的过程是浪费的 但是其实也是因为 有一部分你的原因 在里面 什么原因 还扯到人家头上了 就是 我就是觉得 我现在工作不景气嘛 而且没有什么 太大的发展空间 我就 就比她挣得少嘛就是 对啊 我就感觉在她面前 就没有太大的体系 她平时性格 就是比较熬食熬食的 她挤堆你吗 熬食熬食的 我喝没有 她用她说高的这个问题 挤堆过你没有 她说过啊 说你就赚了点钱 你赚了点钱 你喝什么酒啊 你天天喝 那是因为喝酒伤身体 你最近喝太多了 我好好跟你说你不听 没有喝多 回来我回来又没醉 小醉 你倒是没到吐的程度 但是我就想让你少喝酒 我没错吧 我就是 我问一下小宁啊 如果说你那个事定了 那你未来会怎么规划 定了的话肯定是想着 再去上一下研究生 提升一下自己 在哪里 在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 几年 两年 两年之后呢 几年之后 我肯定还是要回来的 我就想着她能跟我一块去 一块去澳大利亚 对 我也帮她看了 就适合她的一个专业 然后现在她在这儿了 你去吗 不去 她不去咋办 我想劝她 回去跟你妈商量一下 我 我是想劝她去嘛 她不去 怎么劝都不去 是吧 不去咋办 那实在不行就只能 你一个人去 异地一下呗 你去 所以就是 你这打定主意一定要去 所以那还商量什么呀 那你当时还说 说只是商量一下 那如果确定了 不还是先掌后奏吗 但是确定之后 我确定了肯定就是想去了呀 主要我觉得 我现在干了这工作 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前途 一个月就赚了几千块钱管干嘛 你妈妈的意思呢 关于澳大利亚留学的问题 我妈是觉得能去的话 最好还是多学学 她还是支持你去 对 或者是希望你去是吧 我妈现在对我她就说 儿子你做啥我都挺支持你的 你今天多大岁数了 我今年刚满了二 你呢 二十一 二十一 她要是去的话 你们就要出钱吗 出她的那个 这 我还没问 肯定是不出呗 不出你叫人家去 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样会挺好的呀 我们都能一块去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在去年的一个朋友的生日会上认识的 九月份吧 嗯 没多长时间啊 一年多是吧 一年多了 嗯 平时基本上也没多大矛盾 主要矛盾就是处于我们毕业之后 我们毕业之后一块租房子 然后 刚开始两个月还挺好的 我慢慢我还喜欢给她收拾一下 后来我也我也懒了嘛 然后 我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忙了 在家时间多 她念叨我的机会也多了 所以才慢慢就有点这些矛盾嘛 大金你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爸是那个客员 然后我妈是开服装店的 哦 可能有两面家庭文化的背景的原因不同 再加上第一遇一个是东北 一个是在山东 山东 可能有 但是具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她们之间这个事有解药没有 我们得请教四位嘉宾啦 你到底是多爱她吗 我没觉得你对这个女孩子说有多疼爱 只是因为你觉得她不够柔弱 所以她就应该有能力去保护好自己 那要你做什么呢 她有赚钱的能力 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有自娱自乐的能力 有收拾屋子的能力 请问你在她的人生当中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呢至于这个大金 我想说的是你之所以会跟这样的一个男孩子能够好一年多 说明在你内在的情感当中 有一种去包容和去照顾或者去接纳的这个能力 如果依此下去的话 你就会被当成她的妈妈 或者是你就会去自动地扮演这个角色 到时候你又会抱怨什么她挣钱不懂事吧 然后又没眼力见吧 又不疼你吧 又什么怎么样的 这要跟我 你别说一年多了 一个月我都受不了 但是你能够去享受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你能享受这么长时间的快乐 我想这个里面 有你自己对被依赖的这种快乐感的一种需求 谢谢 其实你们很享受这种又打又闹 但是又互相驯服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们俩这个状态我觉得没多大问题 但是唯一有问题的就是 即将开始的那段异国的感情 我不看好异地恋 因为任何的这个数据都显示异地恋的成功率 非常的低更别说是一国恋了 其实现在今天你是站在挽回的一方 然后你想要让这个姑娘跟你携手走下去 但是我很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接下来你跟她的感情如果要继续下去 你们的规划是什么 如果你继续要出国 她继续留在中国的话 你打算几年之后回到国内 在出国分离的这段日子里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她沟通感情 保持这种感情的黏性 如果这些你都没想好的话 那我真劝你今天不如不要挽回 因为耽误几年下去 可能对双方来讲都是损失 所以异地恋开始之前好好考虑一下吧 打打闹闹的小冤家虽然有时候头疼 但是能在身边打打闹闹也是一种幸福 真正分居两地的时候发现 看不见摸不着 可能是更大的痛苦 你说这个工作不稳定对吧 没什么前途 我告诉你 没有前途的工作 只有没有前途的人 我平常就没事 平常就健健身打打游戏 这是你说的吧 对你就健健身打打游戏 你能成为有前途的人吗 我就看不懂了 你以为成功那么简单啊 他赚的比你多 你赚的少 你可能有点不服气 那不服气要上进啊 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去澳洲 我不反对你去澳洲 但我反对你 以为去了澳洲 你就会变成更有前途的人 这是我反对的 我可以遇见你 你信不信你去了澳洲 怎样 上课照上 考试前考一下 剩下时间都在玩 你太天真了 你人不改变就不会有前途 那至于你们两个平常的生活 我觉得你们就是学生还太年轻 我觉得小吵小闹 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分的事 我找不到什么东西 可以严格批评骂你们的 其他你们生活我觉得没什么大事 那你们在不在歧视你们自有 完全没有意见是这样的 大精 你看中的应该是他的单纯 还简单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男生其实 用种种的撒娇的方式 在告诉你 你不尊重我 其实你也不是想去澳大利亚 你要是去了澳大利亚 你就比他牛了 首先你英语比他好 首先去了澳大利亚 你们就不存在收入上的差距 你就不可能向他低声下气 要受到他的耻笑 然后如果从澳大利亚 杜黎曾经 考了个盐回来之后 你就更可以在他面前扬眉吐气了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 这也是在撒娇 所以你为什么那么质疑的一定要去澳大利亚 而且一定要拖他去 其实你并不想异地练 你只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扭转自己的颓势 英语培训机构的老师 底薪很少 课时费很多 中等的老师也是在一万以上 很少有拿个几千的 我算是比较低的 但一个编导 能够一个月拿到一万 就已经算是挺高的了 你承不承认你比他差 这方面要承认 还有包括吃苦耐劳 你也不如他 这女生很像个杂草 你看上去她很幽默 她模仿什么东西都微妙微笑 对不对 但是其实从文化属性上来讲 因为她做的是这个行业 她其实包容性很好 她什么东西善于苦中作乐 玩笑也就过去了 她不会太较真 而你挺小心眼儿 你只要一点点事情不随你的意 你就较真儿 撒脾气 撒娇 对吧 你不觉得你小心眼儿吗 所以你们的确性格互补 但性格互补分为两方面 你是一种性格 她是一种性格 你慢 她急 你窄 她宽 表面上是可以互补 但是互补的前提是 扬长必短 是用她的长补你的短 用你的长补大的短 这叫互补 比如说 既然你是个很有条理的人 我把家里事儿干好 我主内 你赚钱 我承认我比你差 对不对 她也得承认 我确实是粗粗拉拉的 我就听我男朋友的 在这方面 所以首先你得承认 你哪弱哪强 她哪强哪弱 然后 你们彼此扬长必短 那就是完美的一段 其实没有必要去澳大利亚 很多国外留学回来的 不好找工作 但是只要你愿意 做英语培训老师 前途非常好 只要你下了功夫 一年之内超过她 而且她永远赶不上你 你好好努力吧 那到底大金会不会原谅小宁啊 我不知道啊 待会在密室当中 好好跟她说一说 是吧 喜不希望她去澳大利亚 或者你想怎样 规划你们未来的生活 你也可以利用这样一机会 跟她来一个真情表白 好吧 来 请去密室 小宁也是啊 来 请大声说出来 不论手 uman 这一段时间 对你发脾气 就是因为我觉得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在乎我了 我想去澳大利亚也是因为 我在你面前感觉自己不够好 我想去提升一下自己 所以这一段时间对你发脾气 想让自己更配得上你 但是 不管怎么样 不管我去不去 我都希望 我的未来能有你 我还是不希望你走 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我觉得虽然说我们两个之间 都有一些小问题 或者说性格上有些小冲突 我觉得以后的道路上 都是可以克服的 来 我们请到现场100位观众 来给他们一些你们的建议 如果大家希望和赞同他们在一块的话 请在表决系是按赞成键 如果大家不希望不赞同 那就按反对键 321 请看键 97%的观众都很希望你们在一起啊 所以你们自己要努力和加油 待会儿会为小宁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你有两个选择哦 放弃这段感情 那就转身离开 还是想和你的筋在一块 那就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密室门会打开 小金你有自己的两个选择 要么留在密室当中 要么继续和你牵手走出来 好 接下来请为小宁升起选择住 请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去澳大利亚吗 她在的话我可以不去了 那你老妈那边怎么交代呢 我妈怎么样都支持我 那姑娘呢 不去最好 好吧 好吧 祝福你们啊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